欸欸欸小麥 你那時候怎麼會去應徵 啦啦隊男孩 那個時候就是我們也是一個兒童劇演出 然後結束回去陸上 然後我朋友就是閒聊嘛 然後閒聊的時候他就問說 欸 最近有網路票選了 他很緊張 他說你幹嘛緊張 緊張什麼 他就說因為他也看棒球 看籃球都看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有丟衛權的啦啦隊徵選 是 然後他說欸 啦啦隊就像大家都知道 都是女生嘛 對啊都是女生 那個青色的女生 開玩笑 我今天看到啦啦隊一堆女孩 那個髮相劇在跳當然很開心 你也突然一堆啊 我會丟便當你知道嗎 可是就是另外一個新的風氣啊 對 新氣象 然後那個時候我朋友就找我說 因為我們都一起在兒童劇打滾了 蠻多年的 所以他就想說來拉我進去 一去徵選啦啦隊這樣子 那我就也投告報名 因為那天當天好像是daylight了 就最後好像九點截止 但是我五六點知道這訊息 我就利用最後兩小時 我就簡簡貼貼 然後把資料送出去這樣子 對 啊 徵選那天 提前通知那天 我接到電話了 然後我大概知道我幾號幾號 我就問他說欸 那你是幾號啊 我就很開心跟他問 他說欸 什麼幾號 他就整個很疑惑 他說 啊 我接到通知了 他說 喔 恭喜啊 他沒有接到通知了 他沒有 他就 喝杯子的夢 這是什麼事 他就 他就祝福我 我就去徵選了 就當天就是我一個男生而已啊 對 然後就其他有些可能經紀人不同意啊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規劃 他沒有限定女生 就他下面寫不限性別 不限性別 對 因為他違反那個就業 對 但是因為之前好像沒有特別 有其他對徵選有寫這條 所以就是 有歡迎男生去 一起徵選拉拉隊這一塊 是 OK 但是 OK 比如說第一關過了 那應該要第二關要考試吧 我們就很一般般像 有指定曲 我們只有11首 11首 十三首 反正就十多首 然後是球員已經現有的指定 那個應援曲 然後就是有指定曲家就是 有點像開場舞 舞蹈表演這樣子 然後還有自選曲 跟才藝表演 對 就一起 就是我跟女孩們都一起這樣子 然後你就開始跳 喔 喔 音樂下你就要跳耶 很難耶 音樂下就要跳 對 因為有很多手就是 可是你有練過那些舞蹈嗎 就是在 徵選前大概一週左右時間 他就給你音樂 然後給你那個MV 就去學他的舞蹈這樣子 好嗎 你有沒有那種網友就是 他不但要罵你 還要罵到讓你知道他在罵你 他們不會影視啊 他們就直接講 都會直接就指明說 例如說 中指的那個昆蟲哥哥 這樣講 然後不然就是 所以 有一次明星賽的時候 就是在Youtube上面很多新聞台就會播 我們開場舞的影片 是 因為全 全拉拉隊大概每個隊都有十位拉拉隊員 但是因為 每個每隊十個 那加我剛好就是五十個這樣 然後做開場表演 然後他們就會說 中間怎麼會有一個胖的在 那個 例如說什麼 老亂這個畫面 就破壞這畫面感 然後我覺得 那個時候我沒有自己下去留言 但是我反倒是很多人跟我說 很多人下面幫我護航 就是很多人說 你 小馬你都不認識 那你一定是一隻棒球迷 或者是你不要一直躲在那個 不要躲在鍵盤後面 對 就趕快進球場看球幫你這樣 就是蠻多人已經 就是會幫我暫行啊 幫我護航 我覺得蠻開心的一件事情 可是應該很多人講 那麼懶的 男生來拉拉隊幹嘛 對啊 也有人講啊 就是說 他對小朋友的親和力 或者是 人家的能力啊 跟他的表現 你一定沒有人家十分之一 是 說到這個 我們球團有一次發新聞稿 我覺得有點難過 就是我剛進去的時候 也不是難過啊 就是我想說 因為都是女生的市場嘛 當然啊 然後男生進去 那應該會 可能第一直覺就會說 欸 增加女性粉絲等等東西 但是球團就想說 你想太多了 你想太多了 對 增加女性粉絲不是你的功能 對 我想到就是 我們家球員還是很多 有雞鴻的功能啊 雞鴻啦 然後 拿木啊 大師兄 blahblahblah 對 然後徐若曦 嗯 後來我就認清這件事情了 對 我就想說 欸 他們是寫 對 他們寫親子 親子客群 我說好啦好啦 也是可以啦 所以我就放在 四五六局的 Dragon Kiss 那時候 冒昧問一下就是 你那時候 你有沒有問過球團 為什麼會選上 我不敢問 他們答案太直接 你覺得你在啦啦隊裡面 你有沒有扮演不一樣的角色 或者是說 你有什麼常才 讓大家覺得 你適合這個工作 或是讓當初的評審覺得 你適合這個工作 我覺得 比起一般女孩來說 我一方面沒有歐包 因為那時候 我覺得很好笑 就是我的 才藝表演 因為那時候沒有直播 所以我們直播只有到 指定曲 就結束 然後才藝表演是 沒有直播的狀態 然後呢我就是 假設我跟老師在互動 這些這樣子 那每個人都有氣 對不對 可能開心也會大笑 然後生氣也會想要把氣吐出來 好 那老師你用 最一般般的狀態 你就是呼一下 然後我這邊 還沒啦 還沒還沒 好來準備 三二一 你的氣這樣子 可以震動一下下 好 那我們把自己的氣 再調高一點點 好來試一下 三二一 它震動更大了 三二一之後 然後最大最大的氣發 護出來 用你畢生的那個 單體的力量 護出來 好準備 三二一 哇 因為我其實把它撕破啦 但是 不能撕破 所以我就震動掉到地上 你看 你內功好強大喔 好 好 那我們下一題 OK Wonderful 非常好 OK 然後就這樣 就錄選了 應該是吧 對啊 這個球團太草率了 沒有啊 這個球團太草率了 親和力啊 我有時候在球場 我們去 比如說我們當球品 然後我們在播球 然後剛好 你知道我們每次只要看到那個 嗆聲曲的時候 我會覺得哇 怎麼那麼累 我們光 我們坐在 我們坐在轉播室 然後往下看 你看了都覺得累 而且有一次 公視正在順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嗆聲曲 最少跳了半個小時 40分鐘有 我跳過40分鐘的 有 受得了 很開心 因為進去 當天跳完 我那時候我記得是三連戰 第三天 然後 40分鐘跳完之後 我真的是腿軟 因為已經連第三天了 然後腿軟 但是很開心 你就是會覺得 很想要一起同樂 像你老師說的 公視正在 所以你也捨不得下來 然後 這個時候我就會偷懶呢 怎麼偷懶 就是我回到 反正我就是一個 很free的一個時間 所以 我就會到觀眾席的中間 中間走到上面 我就是跟左邊一起嗨 跟右邊一起嗨 跟中間一起嗨這樣子 然後像 有一次在 好像花蓮 花蓮還是嘉義這樣 我就在 他有一個小高台 我就跟勳吉一起站高台上面 然後就是有一點 有一點像個人的舞台 就是演唱會這樣 我就跟他們一起一起嗨 然後一起共鳴 對 就是小偷懶 就是幫自己撐一點 休息時間 但我覺得 其實因為你到 那個時間點了 你就是不會覺得說 為什麼時間還不到 然後到底結束了沒 你就會想要 一直拿分 一直拿分 對啊 你前面 因為球是圓的嘛 所以不到後面 其實你分數 誰贏誰輸都還不知道 所以當然前面可以先搶分 就一直搶 一直搶 很爽 可是你看喔 你們那個小龍女 在上面跳舞的時候 你也在上面跳舞 對啊 那拿著單眼相機的炮哥 再拍到你耐山 應該會 這個時候就要自己搶鏡頭了 自己找飯吃 因為 剛好我那個時候 除了小朋友之外 我還有 後期都有練習生 那你也知道練習生 也是女孩嘛 然後人氣很高 所以呢 至少一邊會有 二至三個練習生 我就是左邊蹭一個 右邊蹭一個 然後一起合照一個 然後我就會跟他們一起玩 例如說有人型看板 我就會 一起合照之後 好 換另外一邊 然後把他綁住 然後他們自己會 找飯吃這樣子 我就跟他們互動遊戲 然後他們很喜歡 女孩的互動 就是順勢只好一起拍我 是 對 所以就是 也有蹭著畫面這樣子